南北朝 南朝 梁 南朝梁享国55年 梁武帝萧衍 梁简文帝萧刚 武陵王萧继 梁元帝萧义 梁敏帝萧冤明 梁静帝萧芳志 第256位 南梁第一帝梁武帝萧衍 萧衍 南朝梁开国皇帝 在位48年 86岁西汉相国萧和的25世孙 南齐丹阳以萧顺之之子 萧衍出身兰陵萧氏 南齐时以门音入世 齐明帝时 担任雍州赐使 参与抵御北魏入侵 永元二年 起兵公讨东婚侯萧宝卷 拥戴南康王萧宝荣称帝 次年攻陷建康 中兴二年 接受萧宝荣善位建立南梁 萧延统治初期 留心政务 纠正颂 其以来的避正 魏使各州郡 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采取了更换一己 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 他尊崇文法士族 宽戴宗士 在魏晚期 随着年事增高 开始待遇正式 沉溺佛教 太清二年 侯景之乱爆发 萧衍被囚死于台城 萧衍才思敏捷 无通文史 为敬零八有之一 所作的千富百师 其中不乏名作 即位后 曾令编通史六百卷 并亲自撰写赞序 第二百五十七位 南梁第二帝 简文帝 萧刚 萧刚 在魏两年 四十九岁 梁武帝萧衍第三子 中大通三年 昭明太子去世后 策立魏皇太子 侯景之乱 导致梁武帝萧衍受求 并饿死于忠后 太清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萧刚即位称帝 大宝元年正月初一日 萧刚改元大宝 大宝二年八月十七日 萧刚被侯景废除为靖安王 作为南朝文学家 其创作风格 形成功体师的流派 天正元年 萧刚被侯景杀害 第二百五十八位 南梁第三帝 武陵王 萧继 萧继在位一年四十五岁 梁武帝萧衍第八子 萧继自有勤学 布浩清华 授封武陵郡王 后任一周刺史 治理属帝 颇有政绩 加号征锡大将军 侯景之乱时候 没有带兵前往 梁武帝和梁简文帝 相继驾崩后 为了和梁元帝争夺地位 称帝于成都 年号天正 受到西魏大将 为孝宽和梁元帝的讨伐 天正二年 被部下反猛杀害 第二百五十九位 南梁第四帝 梁元帝 萧继 萧继 在位三年四十七岁 梁武帝萧衍第七子 萧继聪明特达 才艺兼美 酷爱文艺 祝有金娄子 天坚十三年 册封襄东郡王 因病导致一眼失明 平凡七年后 出任镇西将军 荆州都督 侯景之乱时 寿室中 贾黄月 都督中外诸军室 司徒宫 承治刑室 得知梁武帝去世 攻打河东王萧玉 少林王萧伦 击退襄阳太守萧查 命令王僧辩和陈霸仙 平定侯景之乱 承盛元年 即位于江陵 联合西魏攻打一周 消灭武林王萧继 导致一周沦落敌手 致信西魏 要求重新划定江界 引发西魏丞相宇文太不满 承盛三年 遭到西魏大将于锦 阳中的猛烈进攻 兵败投降 被萧查用土袋活活闷死 第二百六十位 南梁帝五帝 梁敏帝 肖渊明 肖渊明 在魏一年 梁文帝肖顺之之孙 长沙宣武王肖义之子 梁武帝肖掩之之 少有才情 历任清耀 出封真阳献猴 玉州刺史 魏东魏大将军高成所福 得知梁元帝肖义为西魏所杀 在北齐文宣帝高阳和太魏王僧殿支持下 即位为帝 年号天成 遭到司控陈霸仙 发动兵殿 被迫退位 担任太傅 策封建安俊宫 少盛二年 独创发作而死 第261位 南梁第六帝 梁敬王 肖方智 肖方智 南梁末代皇帝 在魏两年 十六岁 梁元帝肖义第九子 肖方智出封兴梁后 梁元帝即位 戴平南将军 江州刺史 封晋安王 承盛三年 梁元帝遇害后 由王僧殿和陈霸仙 确立为四军 入朝监国理政 承盛四年 在北齐强势干预下 太尉王僧变 拥立肖渊明为帝 以肖方智为太子 年号天成 同年九月 陈霸仙袭杀王僧变 废除肖渊明 拥立肖方智为帝 年号少太 军政大事 皆绝于陈霸仙 太平二年 善位于陈霸仙 梁朝灭亡 降为江阴王 永定二年 被陈霸仙杀害 年仅十六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